经我们多次报导 被盗用信仰卡的苦主越揭越多 由当初孤立无患 到现在互相扶持 经我们穿针引线 你日晚多位苦主聚首一堂 苦水吐到日地都是 由最初说到没人信 不停地被人质疑你 不停地说这两夫妇很有问题 有鬼 我回应他说 我也是这个案件的苦主 我说你们现在没有经历过 你说话很轻松 没有问题 我希望你一世好才 你没有经历过 我希望他一世好才 真的希望你一世好才 我会很惨 真的不得了 真的求助无门 对 去到现在 发觉不得你不信 四大银行 香港最低的四大银行在这里 但是这四大银行 给我们市民是没有信心的 客客做交易 卡主就被银行要求买单 大家坐在一起 越说越激气 简单一点,我睡醒一觉 我就不见了我的钱 我也不想做 所以我没达更惨 我被人打击 0.1个新加坡纸 0.75英镑 突然间房子上 1万7千多英镑 我去试试 你试试 所以我就说 普通人 我们怎么会 0.1个新加坡纸 他们都不觉得没什么 为什么看不到 为什么追求高速 每天追 如果你们假设 我家人用 我也可以假设 2万里银行有耐轨 我们基本上 真的没有做这些交易 也在我们的行为上 证明了大家都报警 难道想坐牢吗 对吧 为了这么少钱 说起被银行 穷追猛打感追数 卡主更加是怒火烧上路 他一直说加利息 他用一声 什么时候他整空的私信 你让你上庭 你又不知道 好像我经常看到 他直接在我的币 扣了数 没有通知 我都很明确地表明 我认为 这个金额的数目 是有争议交易的 我希望你们先保持 而不是要我加 但问题是 他现在直接在我的币 扣了数 所以你要 所有人都摸信 警察说不会的 我说我的钱回来 他不会自动摸了我 他说不会的 当然不会的 我大安主义把钱 我直接摸了我 我就问他 他说不会的 你记得 把所有的证据都摸了 然后就帮你 全部都是不好的 总而不需要通知你 对,不需要通知你 根本有条例是说明 在争议期间 我们有权不给这笔数字 你也不可以要求我给 以及影响我的信贷 他现在跟银行 寄了一封信给我的太太 就跟他说 你搞我的信贷 他的信贷不吸收了他 我真的不想吞这口气 对啊 对于作为监管机构的金管局 他们总结四个字 形同去切 第一句 他就写说 信用卡的交易 如果你不是欺骗的 不是你做的 那你应该就不需要承担的 但事实上 像现在各位那样 就承担 你给出的质业条例的准则 好像没有银行会跟随 纯粹是给港大市民看的 原来 原来那个监管机构 是会叫我们私底下 跟那个卡主去沟通的 他根本就不会给我们银行 我们不是说 他说我责成他做什么 我怎么知道你责成他做什么 你怎么去改善他 怎么去监管他 我完全一点都不知道 就是我自己没出事之前 我是没有上网出的 但出事之后我上网出 是什么原因会收不到 我发觉 原来在一年前 甚至乎一年再之前 已经有很多这些案子了 就是你人和金管局 你根本就没有去正视过这个问题 面对不公的遭遇 面对银行和金管局 不切实际的官样回复 一众卡主决定联储一封信件 透过洞涨细望 向金管局作出以下要求 包括监管银行的保安系统 堵塞漏洞 保障客户财产 引用银行守则 不是卡主进行交易的金额 卡金不用负责 责成银行的 争议交易调查过程 要增加透明度 你们这次就签约联储了 会希望这件事如何 希望金管局可以尽快责任 监管的职业银行 可以提升保安系统 堵塞漏洞 不要让银行继续 很羡慕忌惮地 说如何就如何 金管局初步回复我们就说 有使用信用卡组织额外认证安排的 商户交易 发卡银行会向客户发出一次性密码 而一次性密码 是不能透过电讯箱转发的 无论商户有没有要求一次性密码作认证 金管局要求发卡银行 都需要在网上交易完成后 向客户发出通知讯息 以便客户及时识别异常情况 若持卡人信用卡帐户 被他人用作未经授权交易 而持卡人并没有作出任何欺责 或严重疏法行为 持卡人是不需要为这些 未经授权交易承担责任 其实这些苦主一个都嫌多 我们热切期望 当局以结果为目标 切实做好把关 保障市民财产